我講過在議會講過一遍 這個顛倒的東西 只有用力量才可以顛倒反過來 這個民建聯的主席說 這個特首是倒行逆施 倒行逆施昨天說的是惡官本營 惡官本營當然要制裁他 梁國雄議員他現在經常說 制裁他 如果要去或者不去 我要先表示態度 這件事他在天腳底講的都不怕的 我都有份這個叫做什麼 普通襲擊的我走過去罵他 那是死者的 如果是警方認為是有證據告我們 不要襲擊就告 其他人說三道四 特首已經接受了ACP訪問 就說喂 他們吵啊 他們釘東西 我沒有辦法跟他談啊 他怕什麼啊 他 現在真玉城怕啊 用得別人說三道四 那很簡單 如果是你就調開 有個立法會有機制 可以說我們兩個不名譽也好 怎麼做 講那麼多話做什麼 他要做一個意志規則 他要改例才是嘛 大哥 別引遇失倫啊 不是掂招才粗魯啊 不了解規則更粗魯啊 大哥 我們國家就是這樣 要對付意見就亂來 大哥 說廣尺可以吃沉的嗎 但我告訴我警報那些人啊 沒有浪費時間啊 要不就開聆訊委員會 即是制裁我們 要不就我制裁曾蔭權 要不就收聲 他倒行逆施 惡貫滿營 就去制裁他啦 現在已經改了三個金 他們 他們為他們說的說話負責的嘛 說人家倒行逆施就算了嗎 倒行逆施就討伐他啦 雙方革命都是這樣來的 知不知道他叫倒行逆施啊 哥 不要亂說啊 要不就不要罵倒行逆施 倒行逆施就去推翻他 你講的就是立場了 不是 我教一下國文的嘛 不要亂說 倒行逆施就去推翻他 是吧 自討會議事規則 不如揭曉你 我覺得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是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嘛 明白 你急急到 這麼康長 這麼康穩 這麼沉穩 不可言言 是 主持會議員 流流遊婚議員 正如所講 就是究竟議事規則 哪一條呢 是適用不行規則的部門來的 或者是我們一定的委員會 只是我理解 有同事是說 就是立場議事規則上 就看一下我們的規則 有沒有需要 有哪方面是需要延遲 或者是 我建議是這樣 我理解 以示規則 不是執行 或者不是靈述 不是今次的事件 只是說 看看整體我們的規則是否完善 我理解就是這樣 葉光謙議員 你提了 所以理解一下 多謝主持 其實這件事方面的討論 在社會上已經是展開了 到底 到底 我今天提出來 只是問回 你會在這方面 會不會有機會 給我們檢討一下 或者看看 到底 這次出現之後 我們自己的議會上 應該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開會一定有 有舉進行的 然後 以示規則 到底能不能夠 在一些問題上 有些大家的表達 大家的討論 所以 就不是說執行的問題 而是 在以示規則上 現在 在這方面 到底 在這麽久 我們未有見過 有拋擠物品 在議員裏面出現 所以我不想 我也收到 主席的提法 就說 不會在這裏 我只是提出來 會不會 在這方面有所跟進 那你說 剛才我在副書所提到 那現在 我們剛才 剛才我們剛才所提到 現在我們剛才所提到 李公信給登主席 到底是否 還要這樣做呢 如果是 有什麽途徑 我反而 還要問一下 你需要 如果我們說 民進聯 或者我們議員 有這麽的要求 那是否可以這樣做 那是否很簡單 李公信 剛才 你記回我們 現在哪個議程 在哪個位置 現在我們在議程的位置 就是會部 和司長會面的情況 我剛才問的問題 就是有沒有同事有意見 想我向司長表達 那只要在這裏基礎上 你突然間就說了那個事 那當然如果你說是 不是太多討論 大家都認同去 那我就會容許 但如果在這裏 進行一個辯論 那我相信 如果議員 你就要遷就這個課題 或者是 另外再進入議程 我們才可以討論 現在 我如果引發這個辯論 可能要搞半個小時 我想這個議程 不是恰當去做這件事 好嗎 那我跟著為兩位議員 三位議員 我都不再討論 因為我在這裏截了它 我不再討論這個課題 如果葉國議員 你要去繼續討論這個議題 麻煩你再正經 入回分封信 要求這個議程 下次去討論 好嗎 我不明白 梁國雄議員 又告訴你 你進不進去 應該不進去 沒有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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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這個議員 那天 曾鈺誠議員已經制裁了 那些他認為 梁國雄議員 我不準備做行為的人 不受行為的人 那個地方有死刑 梁國雄議員 那你不受行死刑 那是甚麼事 梁國雄議員 麻煩你 如果大家同事沒有事 向師長表達 他不侮辱我們示威 因為我已經不討論這個問題 是不是想加到要下鼻翼 就死了之後 吵一生怨 是呀 規程文明 因為我已經不討論